著名女星周海媚因病离世 引发了极高的热议 她的家人已经来到了北京 处理周海媚的后事 而周海媚上亿资产该如何分配 也成了一件棘手的事情 周海媚今年57岁 未婚未孕 无儿无女 她留下的遗产 最重要的就是两套豪宅 还有银行存款 继续 周海媚在北京有一套豪宅 位于顺义区 如今价值在上亿人民币左右 周海媚平时就居住在这里 此外 周海媚香港也有一套豪宅 只不过面积要小得多 但是总价也在上亿元左右 毕竟香港的房价还是要贵得多 据知情人的说法 这两套房子 还有存款等 将会由周海媚的母亲继承 有网友称 如果身边有个人 会不会在第一时间送一院抢救 困得会好一点 单身的人 也有无奈 其实由于周海媚有这病 所以不敢结婚 不敢生子 她太伟大了 不想把这病遗传给后代 也不想害自己老公 其实周海媚这些年 在内地发展的不错 自己开工作室 借广告和代言 一条广告就几十万 前几年也拍了不少剧 多了不说 一年千把万是有的 我记得她参加一个活动宣传 出场费就二十万 也就是走个过场 怎么会没钱呢 可能比不了大明星 但是比起普通人墙太多了 只能说赚了这么多钱 却无福消受 真的是造化弄人啊 不哀啦 今天我们坐在这边 去猜測了 不哀啦